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你们的回答是这样 你们说经检查因为张作杰建筑师事务所 那么因为他设计单位 对机电跟空调设计整合能力及作业人力不足 所以造成整个工程延大 对不对 这6月22号行政院给监察院的一个答复 那您知道你们现在这个新的工程完成招标之后 这个设计单位是哪一位建筑师事务所吗 还是原来的事务所 还是原来的事务所 所以你们在6月22号发函告诉监察院说 这个责任通通通在这个建筑师 然后你们在6月21日 在你们答复的前一天 用限制性招标指定给这个张作杰建筑师事务所 继续来负责不爱分岸的善后的工程 所以因为建筑师的能力不足 所以造成我的工程延大 我不但要赔给这个承杀 我还要被监察院纠正 而且我也告诉监察院说 因为他的能力不够 然后我为了要善后 我要解决因为他的能力不够 所造成的问题 我继续用限制性招标 我指定给他继续来 这个能力不够的建筑师继续来 为这个工程善后 就在行政院答复监察院的前一天 这怎么回事 委员我请这个军备局长给你做 不是你要给我答复 我不问过说你有没有看过这个报告 是 你们报个行政院是6月15 你们报个行政院是6月15 你们跟这个建筑师签约是6月14 向委员报告 他原来的这个原因 这个第一个是改变设计 当然有一部分是我们自己本身 在这个国防二法调整之后 我们设计空间的调整 第二个 这个张建筑师是承接前任的 前建筑师的业务 前建筑师得标以后 他因为过世 所以在这个设计上 他是一个一贯性 但是现在的这个执行上 如果建筑师在重新改变 可能对这个建筑性的招标来讲 会产生更多的问题 所以我们为了要让这个工程可以延续 我们还是让原来的建筑师来负责这个 因为他只是设计兼造 那我再跟您请教 是 这个不爱分案 最近什么时候完成招标 十二月 十一月 十一月二十号 十一月二十号 您当过 联席司令 您当过联席司令吗 是 我给您回顾一个案子 在民国八十七年 闹得非常之大 联勤工程弊案 这个抗炸钢板 就是空军这个弹药库 这个案子您记得吗 那个时候您还没有当联勤司令吗 没有没有 你还没有当 那个时候你如果我没有 这个资料没有错的话 你那个时候应该是在 可能在国防部吧 当这个联席司的主任 这个案子闹到多大呢 这个案子搞到 联勤的工程署的署长 被人家绑架 被毒打 他竟然被丢汽油弹 你记得吗 搞到一个 这个 国防部军务局的局长 刘学达中将被收押 搞到联勤工程署的署长 沃基高少将被收押 被起诉 被判刑 后来是因为沃基高少将啊 一审判决有罪之后 他就过世了 所以这个案子 其实就没有再下去了 但是 刘学达中将也因为这个案子 被监察院 纠正 这个监察院的纠正函 其实讲得非常之不堪 这个包括 他为女朋友买车 包括 这个厂商啊 招待包括为他女朋友买车 包括等等啊 去酒店 这是非常之不堪 那个时候闹得非常之大 即便用现在的眼光来看 也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啊 就我们中央民国的这个 这个将官啊 家里被丢汽油弹啊 被厂商丢汽油弹啊 这个案子你还记得吗 我有印象 你有印象 那个时候啊 我相信我们张伟啊 那个时候也在国防委员会了 这个商买公司 他下了好大功夫 他为什么不甘心呢 他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呢 因为他觉得他都已经花了成本了 为什么得标的不是我 你要记得得标是哪一个厂商吗 我不记得 得标的厂商叫做国灯营造 1987年 国灯营造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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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军弹药库 他得标了 国灯营造得标了 弄得这么大 你觉得 升百公司花了这么大的成本 没有办法得标 其实检察官 那时候就认定 是因为国灯营造 是因为这些 为什么这些军官被起诉 是因为他们把 这个 这个招标的资讯呢 泄露给了国灯营造 好 你记不记得 你知不知道另外一个案子 在2001年 11年前了 涉及中正机场 二级航站的 郡国建设负责人叫陈帝国 他另外 有涉及一个案子 是国立东华大学理学院新建工程 他跟黑道分子 他跟黑道分子围标 然后围标之后呢 这个德标的厂商 还把 这个5000万啊 坏到 这个黑道的 这个 这个帮派老大的这个户头 这德标厂商叫什么名字 你知道吗 叫国灯营造 国灯营造 涉及参与 我们空军弹药库的投标 得标了 在这个过程里面 一个得标 一个没有得标 两边其实都用了不正当的手段 然后 2001年的东华大学 这个违标案 得标的也是国灯营造 检察官也很明确的查出 这个国灯营造把5000万 这个收银腾啊 收原子汤的这个钱啊 汇给了这个主持 违标的这个黑道分子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 我们上个月得标的 我们博爱分案的 这个德标厂商叫什么名字 陈安新跟国灯营造 是什么关系 你知道吗 是同一家公司啊 你登入国灯营造的 他的德灯营造公司的官方网站 你就可以看得到 他跟陈安新是同一个集团 同一家公司吧 但是他现在把 这个同一家公司的关系 要把它拿掉了 因为被批评了 所以他的官网上面就把陈安新 本来你看他的在建工程 说我这家公司所承拦的 在建工程有哪些 他有国灯营造 有陈安新 都有 东华大学的工程 他也还在做 结果呢 被人家批评之后 他就把陈安新拿掉了 死地无垠啊 你们都不知道吗 哈 国灯营造现在他承拦的 包括南投 国道六号的交流道 被人家批评了 那个时候 包括 本委员会 陈廷飞委员 都开个记者会 为什么 因为他就得到 施工价崩塌 他们就很明确指出 国灯营造 承染 公共工程有十二项 过去曾经有十二项 重大的公安记录 我们政府没有处理啊 让他可以继续投 投标公共工程 也没有人答复啊 同一家公司 现在 你知道高价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武洋段 武洋段 也是国灯营造 他有一标 对不对 所有的得标 十几标里面 他最落后 你问国灯的公共工程局 他说因为这个厂商 能力不好 因为这个厂商 他没有办法 现场监督做得很差 所以人家完成 八十几八九十几八 他只完成七十二八 最慢就是他 这是国灯公共工程 改建工程局的答复啊 好 你们现在 一个烂汤子 烂到不得了的烂 烂到 一家退附会 完全 政府完全控制的 融电公司 这样子倒闭了 包括员工的薪水付不出来 包括下包商 没有办法处理 你们国防部 我给你们开过几次会 也很头痛 好了 现在 为了要收拾这个烂摊子 重新招标 现在这些下游厂商 听说是国灯营造得标 他们统统放弃啊 不敢跟他做生意啊 因为我们国道在高雄那个工程 那个叫做货柜专用的 这个 这个这个杂道 货柜车专用的 剪彩之后 包商在那边拉布条抗议 为什么 领不到工程款 我们政府的钱给了国灯 国灯没有给下包商 他们如果继续来做的话 会不会雪上加霜 本来融电的工程款已经拿不到 你现在标给国灯 我再继续来做 我融电的钱拿不到 我国灯的钱也拿不到 记录非常之差 工厂限定的管理 对下包商的负责 投标工程的手段 他为什么可以得标 因为他公司找了一个 你们国防部自己人嘛 你自己去查查看 现在谁在他的公司 我不要点名啦 你们自己 我不晓得知道不知道 你查查看 你怎么处理 得标啦 你怎么处理 我想一切一合约嘛 如果有弊端 我们就按规定做 有弊端你们按规定做 我特别点出你们过去 联情发生的弊端 他神通广大 他现在继续啊 过了十几年 他继续承软工程啊 每一个他曾经参与的工程 偷偷出事 我坦白讲 部长你如果有心 请你去调查 这个招标过程 有没有问题 他找了谁在他公司里面 负责这个案子 我再一次讲 你们国防部自己人 谢谢 谢谢